Magic Box 照亮点 哈喽大家好我是Casey 大家旅行前的时候呢 会不会先上网做功课 像我呢就是属于那种旅行前 一定会上网看超多 有记资料跟照片的那种人 所以呢我前几个月 去东京玩的时候 终于有机会去走访一些 一直在网路上看到 很想去的地方啦 I got to visit some famous places when I was in Tokyo 像是一些有名的餐厅跟景点等等的 天啊好想再去哦 好啦冷静一下 先让我们看一下刚刚那句英文吧 I got to visit some famous places when I was in Tokyo 其中大家看到的片语 get to这两个字呢 它的意思就是 有机会去做某一件事情 所以呢当你有一个机会 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片语哦 像是呢上个月 我还有机会去看表演 在那边我看到了 我最爱的歌手 那我也可以用这个片语 来造一个句子 I got to meet a singer after her show last month I got to meet a singer after her show last month 另外呢 get to也有 你可以做某件事情的意思 它的用法呢就有点像是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像是呢我因为要出国 所以没办法跟朋友们相聚 那我就可以这么说啦 I didn't get to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because I was abroad I didn't get to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because I was abroad 好啦最后再补充一些 get 搭配其他介细词的片语 像是呢第一个搭配 around这个介细词的时候呢 get around就有走动啊 或是旅游的意思 像是 my grandma still gets around well even though she's 90 我奶奶就算已经90岁了 还是很健壮的到处走动 另外呢get也可以搭配alone get alone呢就表示 跟人相处融洽 或是合得来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I get alone with my coworkers 我跟同事相处融洽 好啦说了这么多 是时候来个小测验复习一下 今天学过get相关的片语 该怎么说 我去台东时有机会 搭乘热气球呢 休息一下 大家马上揭晓 拜拜 The answer is I got to ride in a hot air balloon when I went to 台东 你答对了吗